近北有一名男子当街行窃 趁着店内的老板娘正在忙 在店外四处闲逛好一阵子 随后他盯上了店外插在机车上的手机 拔走之后立刻逃跑 详细情况交给记者李宗泽 是的主播 画面中能看到一名男子在骑楼下回轨碎碎 四处闲晃 随后他盯上停在起义店外的机车 竟然就当街拔走插在机车上的手机 随后快步离开路口 警方立刻逮到窃贼 直见窃贼蹲在地上 遭到远警不断拷问 事发在新北五谷 22号早上9点多 原来这名窃贼偷的是洗衣店老板娘的手机 当时他正在店内忙 出来店外后才发现手机被偷 他立刻报警 这名窃贼逃跑过程中 还把偷来的手机关机 以为这样做就不会被抓到 两个小时后还是难逃罚网 透过该手机内建的定位系统 顺利于两个小时之内查获窃盗犯 警方呼吁手机定位程式可以保持开启 除了能找回手机外 发生紧急事故 也可以透过手机定位 让警方能更快达到定位 并且给予协助 以上最新主播